哈喽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 每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 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 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 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经济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 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 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 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 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 前后推敲两到三个礼拜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来到我的频道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 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原事物 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具系迷移 去形容到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地 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 会按照排阵跟排阅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 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 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其中的内容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请进入到 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有没有发现 今天要进入 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之前 我要先踩个刹车 为什么呢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要来跟大家公布 也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 全球生日派对 又要开始了 不管你是新朋友 或者是老的观众朋友们 都非常感谢你们 一直以来的收看 所以我们全球的 生日派对 非常沉寂邀请 所有的人都非常欢迎 一起来参加 那当然今年我们一样 会有准备这个抽奖活动 就是来参加我的生日派对 我送给你生日礼物 OK 好那以下呢 我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好吗 我们这一次的 这个全球生日派对活动 会举办在这个 台湾台北当地时间 2023年的9月1号 星期五晚上8点整 准时开始 好吗 那要怎么样呢 可以来获得 我准备好的这个礼物呢 很简单 你只要完成以下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就是请你务必要来订阅 工作坊的电子报 OK 那第二个部分 请你去找一张呢 明信片 或者是生日卡片 寄送到我这个PObox 也就是这个邮政信箱 好吗 那在这个 卡片上面呢 当然你可以写 你想告诉我的话 或者是你看频道以来 你觉得你得到什么样的收获 通通都可以 OK 那最重要的呢 记得也要写上 也就是你订阅电子报的姓名 以及订阅电子报的email OK 我们会在当天呢 在这个YouTube平台 进行直播互动的时候呢 我会当场抽出幸运的得奖者 那我也会进入到后台 去核对 确认 你是不是真的有订阅这个电子报 如果你并没有写上这个姓名 以及这个email的话呢 那这样子就是形同 视同放弃 那如果呢 你写的这个文情并茂 要给我的生日祝福 然后呢 因为我就写上 这个email跟姓名的朋友 那恭喜你 你就可以成为我们这个 姓名的得奖者 好吧 那当然呢 在我们这个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会来跟大家公告 有关于一年一度的另外一个大盛会啊 也就是我们的农历新年项链 礼盒的预购 好吗 这个呢 已经有很多人 已经好几年都没有抢到了 所以呢 务必请你呢 赶快把你的行事力 9月1号晚上8点以后的时间 留下来给我 好吗 我们一起来这个线上啊 来共襄盛举一下 好不好 那其他呢 有更多的详细的这些参加的资讯跟办法 我们呢 都会放在这个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包含订阅电子报的连结 还有PObox信箱的地址 通通都会在影片下方资讯栏都有 好吗 所以诚挚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好不好 OK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进入到这一次的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哈喽 射手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射手座的朋友们的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我们一样呢 会有这个十二星座的开场讯息 提供给大家 作为这个生活小贴士的参考 好吧 OK 首先呢 我感觉呢 这两到三中呢 那个射手座的朋友们 要特别注意呼吸道的疾病 特别是什么过敏性鼻炎啊 然后什么咳嗽啊 然后或者是 什么喉咙痒痒啊 什么之类的 有关于气管的啦 呼吸的啦 鼻子的啦 我觉得这阵子 如果你有这样的状况的话 我会建议你呢 去寻求专业的建议的协助 好吗 那有一些人呢 你要少吃冰的 最近你可能吃太多了 OK 所以可能就引发这样子的这个身体反应 OK 好 那接下来呢 第二个要给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 我感觉这两到三周啊 射手座的朋友们特别适合跟白色的那个能量场接触 某部分的人呢 你可能会去买白色的 可能是陶瓷杯吧 还是杯子或花瓶之类的 我看到的东西应该是 那个容器应该是这样 OK 所以白色的这个服装啊 饰品啊 水晶啊 配件啊 通通都可以 OK 那你最近如果刚好有买那种陶瓷白色的啊 或者是比如说 呃 对 那应该是花瓶或什么容器之类的 我不是很清楚 或马克杯 反正就是一个容器 我觉得呢 你会感觉他好像会为你带来一些幸运 OK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第三个 要给射手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呢 我感觉这两到三周呢 不知道为什么 射手座的朋友们变得很调皮 我不知道那个氛围是什么 就是你好像 比较像一个孩子 好 就找回童心 我觉得可能是 就是生活当中 可能有一些什么小确幸啊 好 或者是你现在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 然后好像让你有一种 重新回到那种小孩的感受 就是 我觉得你这阵子的情绪状态 有一种很奔放 很自由 然后很那种 呃 就是觉得 啊 我这样很开心 这样子 好 虽然可能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可是你就觉得很开心 这样 OK 所以呢 我个人会感觉 可以保持这样子的这种感受 呃 可以让你呢 在未来接下来这两到三周呢 我觉得你也会开始不太注意一些小事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能量场有点像说 你就不太在乎一些 啊 可能突如起来有一些烦恼的事情 你也会因此 借由这个能量去把它 呃 有点像是把它拨开了 对你来讲影响就不会那么大 OK 好 来 那我们就准备来进入到这一次的 那某部分的人 最近你们可能会去一些什么昆虫博物馆啊 然后可能会去养一些昆虫 什么金龟子啊 反正就是昆虫类的东西 这是很小众的 OK 好 好 那我们就准备来进入这一次的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首先呢 这两到三周 你的挑战排卡是这个权杖9 这三种能量排卡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引用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的事件是权杖2 OK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传递给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 好吗 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你们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 OK 好 不好意思 我换个位置 这边看不到 好 OK 我感觉某部分的射手座的朋友们 你们最近呢 可能就远离家乡 或远离你一个常住的地方 然后可能去休息了 不是避难 去休息了 或去度假了 或者是可能出差 但兼着休假的感觉 我觉得某部分的射手座的朋友们是这样 OK 然后这个东西呢 让你感觉到很 怎么说呢 很满足 很有力量 很有一种 你看吧 我也可以这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能量场 OK 就有点像说你看吧 你们都在工作 我去度假了 是像这样的感受 甚至呢 会因为这一趟旅行 或这一个行程啊 让你有一种 我觉得 这叫远离城销吗 就是远离就是平常这种很规律的 或者是平常这种经常接触的这个环境啊 给了你一些 不一样新的眼光 或者是新的方向 那有一些人 我个人会感觉 你可能不一定会移到另一个城市 或者是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或者是去度假 但我会感觉 你会开始去走 比如说今天开车 平常都是走A路线 你会开始尝试去走B路线或C路线 因为你探索 好奇 愿意展开的那个能量 开始出现了 OK 所以这边大概有两到三种的射手座 大概是这样 我就尽可能都把 这个能量场里面的东西都告诉你 然后我也会感觉 某部分的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 你会去感受到说 其实我可能不需要那么用力 意思是说可能很奋斗 或者是比如说很争取 或者是比如说 很捍卫个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会在这两到三种 开始有点缓慢下来 或软化下来 或者是平静下来 OK 好嘞 我们一起来看看 好不好嘞 这两到三种 你的挑战牌卡是全杖9 我把它放在现阶段的那张船 等一下一起来解说 因为它是互相对应的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的是全杖骑士 抽到的是全杖1 抽到的是宝剑1 OK 这三张牌卡同时放在一起的时候 让我有一种感觉 就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注意看 我先给你看这个 他们说这两张一起 来 这两个人呢 他其实是全杖骑士 对不对 可是很奇怪的时候 这个全杖骑士竟然有两个 一个是大的 一个是小的 一个站在路上 一个站在海上 这个还可以站在海浪上 也是蛮神奇的 然后呢 这个全杖呢 是从像是 一个花丛里面找出来的 然后重点是 它有自己的一个太阳 OK 我本人会感觉呢 在过去的这个状况当中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觉得你们某部分人 会去别的方向 因为这个全杖3呢 拆开有点像说 我要先暂停了 我不要在这里 我要去那里了 OK 我要从待在这里跟去那里 或者是比如说 待在这个公司 或去哪个公司 我可能要暂时做一个选择 这样子 或者是 你也不用想说 跳槽到别的公司 你也可以去想 我可能可以在这边上学 但我到那边去实习 有一种延续性的 也OK 不是说叫你要切八段 所以在这个 过去的状况当中呢 我觉得这个全杖2 不是全杖2 全杖骑士 加上这个全杖1的 这个状态 有点像是说 我想要为我自己的生活 去掌握一些什么 我站在这个大风大浪上 但是其实说实在的 我也站得好好的 站在屹立不摇的 这个土地上 OK 所以我觉得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可能遇到了一些 相关状况人数 不管是好啊 或不好啊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 你有一种心理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 前面我读到一个能量场 就是你看吧 你们都在上班 我在度假 这个能量场 有点像说 你看吧 这些人啊 想要东搞西搞 最后还不是被我搞定的 就是有类似 像这样的这种氛围存在 所以我会感觉 过去虽然或许 碰到了一些糟心事 但是我个人会感觉 你这个全杖 其实拿得蛮稳的 OK 有点像是 就是来一个 我就杀一个 来100 我就杀100 最后呢 我还是成为这个 能够完完全全 掌握这个实权的人 所以来到这个保健一呢 我个人会感觉 某部分的这个 射手座的朋友们 你可能在最近 会接到一些好消息 是开花结果的 OK 比如说假设啊 申请证照啊 不是申请证照 比如说申请签证啊 拿到签证啊 去考证照啊 考到证照啊 然后要求加薪啊 达到你那个加薪 所以来到一个 开花结果的阶段 但是这是因为 你前面的铺陈 你前面的这些经历 OK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以前呢 可能在这样 遭遇这些糟心事 或者是葡萄胸 乱七八糟的鬼东西 拍名啊 然后来到这边呢 这个权杖啊 得在一片 看起来很枯萎的状态 勇敢的继续向上生存 所以最后 我觉得你得到 这个保健一 开花结果 这种就是 我觉得一个好的生活 对你来讲 我觉得蛮实至名归的 你也值得去 好好地享受一下 这是过去的状况 那来到现阶段 这个能量场呢 你抽到是保健6 抽到是这个星星牌卡 然后抽到这个是审判牌 OK 这三张牌卡 同时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为什么 我会跟你讲 你在过去 得到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老板 终于放你一个价 OK 或你终于得到了 一个什么奖赏 或者是呢 你终于怎么样 我个人会感觉呢 这个是因为 这就是为什么 我刚刚会觉得说 这个是你过去 努力得来的东西 所以没什么好要去 别人没什么好讲你的 OK 但是我觉得某部分的 这个射手座的朋友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张牌卡 这个保健牛 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你拿着这支宝剑 你有没有发现 你拿着这支宝剑 然后这个宝剑 还挂在你的胸前 有一点这样说 我觉得在经历这些东西 你可能以前被别人重伤 被别人欺负 被别人利用都好 OK 你记得这些东西 意思是说 当然也可能是记仇 就是你可能记得这些东西 你想要算盘呢 现在不打 我现在不还手 并不代表我以后 不会复仇 是不是这样说 或者是呢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我觉得你是把这些东西 记在心里 但是我觉得也因此 让它转换成一个动力 你拿起了这把宝剑 OK 让外在的人呢 来攻击你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去打击你的 OK 因为你们这样做 这种烂招数 我已经看过了 不要再演第二次了 OK 因为你们用这种 无聊的计量 我光是不用想 我就知道 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了 所以我觉得来到 实现阶段 这个能量场 这个宝剑率 这变成是 你很有经验了 你游人有余 你老鸟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又知道 谁谁谁又要出皮 谁谁谁又要冲米汤了 所以来到现阶段 这个能量场呢 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状态是蛮不错的 但是呢 这边有一张 这个星星牌卡 唯一让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 你可能要稍微 注意一个东西 就是不要因此 对人性 失去了一个希望 或者是 失去了看到事情 我觉得这样讲吧 人性会有这种 善良的这个地方 这是很小众的 色主作的朋友们 能量场在里面 然后呢 这张星星牌卡 还有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这些东西啊 是因为它来了 在过去的状态 它来了 所以让你能够拥有 这一片池塘 你看哦 这个呢 星星牌卡 它在头上啊 顶着这个 我们就讲圣杯吧 OK 你看哦 你圣杯现在是满到溢出来 变成一个池塘呢 你会发现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你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啊 也是因为这些伤害 也是因为这些背叛 或因为这些 这些无聊的 莫名其妙鸟事 或招心事呢 你开始来到一件事 就是说 我知道我要怎么保护自己 我知道我要怎么爱自己 我知道我要对我自己怎么做 才是好的选择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 你的爱 对自己的爱 对自己的自信 对自己的这种肯定呢 已经满到变成一个池塘了 所以我觉得在变成池塘之前 你只是拿一杯水 你这个水要不断的去倒啊 倒啊倒 它才会变成一个池塘 所以这中间过程当中 你是要下功夫的 你是要经历过一些时间的 所以甚至是这些考验的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这是得来不易的东西 OK 有点像你好不容易争取了 可以加薪了 可以放假了 你终于可以丢下这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 走人离开两个礼拜 你也觉得开心快乐 你懂我的意思吗 OK好 所以呢来到这边呢 这个judgment呢 我个人会觉得 你就是得到你应得的东西而已 OK 你只是得到你应得的辉煌而已 我觉得很正常 然后呢 你的挑战牌卡是权杖酒 OK 这个权杖酒给我有一种感觉呢 就是你必须要试着去放下 这些你所谓的防备 或者是我刚刚有讲嘛 有些人你可能会觉得 我不想再相信你们啊 你们这些人啊 就是什么糟糕的家伙 类似像这样 他们说呢 静下心来 你唯一要通过的挑战就是 不要因此而放弃了 对人心善良 或者是对世界上会有好事 或世界上会有好人这件事情 而我觉得 失去了这份信心吧 或者是失去了这份 我觉得 这个能量场好难形容哦 有点像说 不要因为这些人啊 是个坏人 或对你不好的人 或者是看不起你的人 或者是不尊重你的人啊 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OK 世界上还是会有人跟你一样的 或世界上还是会有好人 有善良的人的 所以你应该要把这个防备打开 OK 这个权杖五在这 权杖四在这 这一个呢 是你静坐在这边 就是你要静下来好好思考 对世界上会有好也会有坏 会有黑也会有白的 OK 所以经历过这些东西 不要失去 你那个很单纯 像孩子一样的这种初心 愿意去探索 愿意去好奇 愿意去帮助别人 OK 然后这个权杖五跟权杖四呢 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你也是经历过 这个权杖五的磨练 来到这个权杖四的这个稳固 OK 所以他们说呢 这个是唯一 唯一会考验你 跟在这两到三周挑战你的 就是比如说你终于去度假 还在跟别人讲你同事的坏话 还在跟你讲那个朋友的 就是小八卦 类似像这样 他们说不要 不要用这些防备 不要用这些就是 讲别人 我不是说你不能讲八卦 我的意思是说 不要用这个东西 去奠定起你的基石 这些人 他是可以成为你的基石 但并不是你用去缩嘴 或防备自己 或攻击他们 而得来的基石 而是他们是来帮你当垫脚石的 你就这样踩着他们上去 你才会得到这些风光 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得到你今天的这些奖赏 所以那个心态是有点不一样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 你懂不懂 讲别人八卦 跟视为人生当中一样 这是两个很不一样 或攻击别人 来觉得自己很棒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感觉你这两到三周 是那种很情绪层面的东西 我觉得是拉高了蛮多的 我觉得在门量场是拉高蛮多 然后有一些 射手座的朋友们 我觉得你们会跟某部分的人 近视前嫌 但是这个近视前嫌呢 不一定是要跟他面对面的近视前嫌 有可能是你自己心里放下了 你就不再执着了 OK 所以来到未来这个状况呢 你抽到的是这个宝剑骑士 然后呢 抽到的是钱币六 还有抽到这个是宇宙 OK 这两张牌卡呢 也就是这个钱币六 还有这个宝剑骑士 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 你越来越清楚知道你要的方向了 你越来越懂我什么样的精力 该放在这里 什么样的情感要付出给这个人 什么样的钱要投资在这里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个人会感觉 你看到这个月亮啊 这个月亮的太阳随便 反正它的光芒呢 就是要透出来了 OK 所以呢 我个人会感觉 你注意看这个宝剑骑士 它呢 很像是有这个分身术 好像有三个人 对不对 OK 他们说呢 要我跟你讲 你经历过这两到三周之前的那些 相关状况原始物之后 你的身心灵都会集合起来 让你翻到人生一个新的篇章 跟一个新的想法 你会变得不一样 OK 你看哦 你这张牌卡又是坐在这边冥想 然后这个三位一体要准备合体了 意思就是说身心灵 你都能够领悟这些所有人生为你带来的课题 为你带来的考验 为你带来的这些丰盛 或者是为你带来这些苦难 你开始能够理解 哦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你是在实质的生活上 情感的层面上 或者在灵性的成长上面 做了一个结合 OK 所以呢 你冲到这个宇宙牌卡 我个人会感觉 你终于看清楚真相 你终于明白这一切 你也终于好像有点大彻大悟的这种领会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所以在未来呢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呢 也就是这个权杖二 OK 你终于看 这个权杖二呢 就像这个宇宙牌卡一样 你已经把这整个世界 你想创造的世界 你想要了解 跟学习到的这些课题 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 你完全能够明明白白 为什么这中间会经历过这些 我这样讲吧 就是 莫名其妙的一些事情吧 或者是有一些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 你可能 这很小众 某部分很小众的射手座品 你应该在交所一个很奇妙的相关众位人数 让你情绪这样子 好像过山车一样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是那是很小众的射手座品 然后你注意看 这个权杖二呢 他这边是有这个月亮的 就是有这种慢慢慢慢 好像变大的月亮 我个人会感觉 你开始渐渐能够领悟到一件事情 当你能够控制情绪的时候 你就不会被情绪控制 你就可以很优雅的站在这里 有什么事吗 找我是吧 我去度假啦 所以我会感觉 这个是你现在这个姿态 就是我会觉得你很优雅 但是你是有经历过风霜的人 OK 这就是我在读你的那样常说 我觉得很特别 就是你好像打了 终于打了一场肾脏 回到家来的这个感觉 我觉得很舒服 很棒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宇宙的验证牌卡 好不好 来 这个宇宙验证牌卡呢 我会建议你 不管是新朋友啊 或老朋友啊 都可以来看一下 因为有些时候呢 这个宇宙验证牌卡 会重复验证相同的牌卡 告诉我们啊 那里是一些症结点 然后当然呢 也会来验证我刚刚所读的 这三种炙事上面的内容 OK 谢谢 如果这里最后 等一下 那个牌呢 跳在地牌上 来 最最最后呢 我们呢 还会来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额外的 补充许提供给我们这个 射手座 OK 算链一张 再链再一张就可以了 OK 好 来 吧 我们来看一下 OK 是prec 来 OK 好 就是他 真正想要出来的 他就会出来了 所以等我一下 来 这张也掉到地板上 其实呢 你这张掉到地板上 为什么要放这跟放这里呢 因为他们跟我讲说 这个是一个实锤 所以这个只能一张 OK 所以这边呢 我们就拿来用这个 不同的两三张还三张 来做一个解释 好不好 OK 来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的牌卡是世界牌卡 还有这个钱币三 OK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狗屁倒上的事情 终于要关闭了 你们看到 这边呢 那个墙也 墙也破一个洞啊 然后里面也被偷了啊 然后呢 这所有东西都倒塌了啊 但是他们要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因为 当你要一个新的世界的开始 就有的世界 得要被他摧毁 还有不适合你的 或者是 比如说像这个 这张牌卡是钱币三嘛 不适合你的相关状况人数 他也必须要被破坏 被离开 OK 所以你们某部分的人 可能会经历一些 我这样讲吧 可能合作的中断 或者是突然换了一个人选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一个很小众的能量 就是突然换一个人选 可能原本你跟这个人 合作好好的 他突然不知道为什么 就被公司坏掉了 然后突然来了一个 就是新冠上任的一个 某一个人 说不好意思 从今天开始 我接替他的位置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边这个能量场 有一个很小的这种讯息 然后呢 在过去的这个状况当中呢 我觉得也是因为 经历这些 我会这样讲 改朝换代 或者是里面的内容外换之后呢 我个人会感觉 你反而会觉得 这个新的篇章 好像越来越靠近了 OK 所以我才会觉得呢 你过去这些事情 为什么对你来讲 是实至名归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必须要能够 突破这些东西之后 你才能够去创造 一个新的世界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会觉得 你好像打了一场 圣战回来 就是这样子 我们去打仗嘛 也就是去攻打别人的国家嘛 当然是要把别人打 怕之后 我们才回来 才可以创造 我们自己新的王国嘛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会感觉 他们让我看到 一个战争的画面 就是说 一定会有损有伤 对不对 你去想 两个国家打仗 说实在的 以人道立场来想 我们都不希望有人受伤 也不想要有这个战争 但如果假设 真的开打了 或这个同事 真的来找你麻烦了 你主管真的来给你干嘛了 你当然 有些时候 不得不 你得要上这个战场 就是这样子的 OK 即使你觉得这样做 我很不舒服 即使你觉得这样说 对方也不听 因为你不可能去打仗的时候 告诉对方说 你不要杀我 是不是这样子 对吧 你不杀我 我就杀你啊 是不是这样说 对吧 OK 还商量呢 所以呢 就变成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一定会经历过这个冲突 一定会经历过这个激战 这样子 OK 但是这些东西 都是为了形成一个 全新的这个王国 或者是朝代 所以我会感觉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呢 这个改朝换代 不一定是要是 真的是 比如说 换了一个公司 你也可以去想 因为我感觉 某部分的人 你在这一次的双周能量里面 是很情绪层面的东西 所以你也可以去想 我的心态不一样了 OK 我的看法不一样了 OK 这个也可以 OK 那来到现阶段能量场呢 你的这个宇宙验证牌卡呢 分别就是权杖五 来 命运之轮 OK 然后还有这个是调人牌 OK 来 你这个权杖五呢 我可以跟你讲 我记得 你刚刚还有抽到一个是什么 我看一下 对 你的权杖三在这里 我刚才说 我记得你有抽到权杖三 来 这个权杖三呢 跟权杖五呢 其实中间是不是少了一个 叫做权杖四 对吧 权杖四呢 就是在这里 这也就是你的挑战 我记得你有一个权杖五跟四 就在这里 来 这个权杖五在这 这个权杖四在这 然后这个权杖五是验证你现在的能量牌卡 然后这个是你的挑战牌卡 意思就是说 没有经历过这些 我这样讲斗争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看到一个 在打架 很像战争的画面 就是你没有经历这个磨练跟斗争 你怎么会迎来权杖四呢 OK 所以现阶段的能量场呢 来到一个权杖五 然后呢你又戳到一个 你戳到这个权杖五呢 就像我刚刚解释一样 你没有经历过这一番东西 那你怎么可能会得到你想要的呢 是不是这样说 OK好 然后呢 这个命运之轮呢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你这个 怎么想呢 这个权杖三跟这个权杖五 中间找一个权杖四 是你要去挑战 你才会得到的这个东西 OK 然后这个命运之轮 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刚刚有点讲不太出来 就是我觉得某部分的 射手座的朋友们 你们好像在奋斗一个家 我不知道那个家 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比如说移居到另外一个地方的家 你终于买了房子 或者比如说终于拿到签证 或终于可能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那个家 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但是那个是你一直以来 很想要的内在的这个稳定感 就拿到这个东西之后 你会稳定下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 OK好 然后呢 这个命运之轮 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你有点像是很 你看这个宝剑 又拿在手上了 但是这个宝剑呢 拿的是一个沾血的宝剑 OK好 这个沾血的宝剑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把刀一出鞘 我就得见血 OK为什么 我要去用力 为我自己的命运去进行一个奋战 所以即使你们这样攻击我 即使你们这样说 即使你们在后面盘算我 这些东西我都经历过了 但是我要勇往直前 去朝向我想要的方向前进 因为你不要忘了 你在这边有一个宝剑6 对吧 OK好 宝剑6就是拿这个宝剑 对吧 那宝剑6加这个命运之轮上面这把宝剑就是宝剑7 就是我一定要能够避免背叛我自己 而去做出我真正想要的选择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个人也会感觉 你会开始变得比较更直言不会 然后去争取你想要的 去说你想说的 去做你想做的 OK 因为你想把这个宝剑 这把明剑 顶在你自己的头顶 即使外在可能有攻击 他们又在死一些无聊的这种小伎俩 我个人会感觉 你都会愿意去起身抗战的 OK好 然后呢 这个呢 吊人牌卡 OK好 他们说呢 这张牌卡最主要呢 是要提醒就是某部分的这个 射手座的朋友们 OK好 这个吊人牌卡是要告诉你 不要 你学到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就是不要 因为一时的停滞 你就觉得失去了这些希望 有些时候停滞是必然的 OK 你怎么不能叫这个小孩一天到晚 就是今天一岁 然后明天就涨到180吧 中间慢慢成长 会有走走停停 是很正常的 OK 或者是比如说 你在进行一件事情 申请一个东西 静静退退 是很正常的 他们说呢 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 你在这么努力 得到这些成果的时候 里面一定会有按暂停的时候 OK 他们说呢 要提醒某部分 很小众的射手座的朋友们 去回想一下 你按这个暂停 这个暂停 到底为你带来 什么样的课题跟学习 你可以去想一下 如果没有这个暂停 你可能不会学到那个课题 这个也是一个很小众的讯息 那来到这个挑战牌卡 这边你的权杖9 这个 来 这个呢 挑战牌卡是这个影视牌卡 OK 影视牌卡就是告诉你 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 你不要失去对人性善良的这个希望 你看这个影视牌卡 灯都灯都消失了 灯都消失了 是不是这样说 这就是你的挑战 你要贯穿这一切去理解 什么东西是光明的 什么东西是善的 当然如果光明一定要有光 那才会有阴影嘛 是不是这样说 但是你不要忘了 光永远是走在阴影的前面的 你要能够理解这件事情 你去学习奋斗得来 然后中间不要去放弃 不要失去希望 也不要失去对人 不是只有那个人 不要失去对事物的希望 也不要失去对人的这个 善良的这个希望 OK 这个就是你的挑战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讲 你到最后 刚刚我在解释这个东西 有点难 就是我会觉得 就是人 人 人心这一块啊 你是绝对不能失去希望 我可以告诉你 你一旦 只要在人心这一块 失去希望 我跟你讲 你会看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都会很绝望的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刚刚一直要我 重复去形容这个东西 明明就是这样 一定会有人搞你 我告诉你啊 人在江湖混 没有人没有挨过刀 对不对啊 OK 这大刀还小刀 或者是没空刀而已 OK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你的考验 当你在回首过去的时候 这个会成为你的挑战 那在未来这个状况当中 我刚刚有讲十字明归 你的身心灵结合了 甚至呢 你可以了解什么东西 我该投入了 来到这边呢 你抽到这张牌卡呢 就是这个权杖骑士 然后呢 还有抽到的这一个是保健物 OK 来 这张牌卡呢 我要怎么跟你说呢 这个权杖骑士 给我有一种感觉是 你看哦 他终于看到了 我终于知道啊 我自己拿的这一个保健 拿的这一个权杖啊 我是实实在在走在 我自己想要的这个道路上 这个马 有点像说 我正在一边骑 一边欣赏着我自己 我不知道你们这样 懂不懂我的意思 你看哦 他在这边欣赏这个权杖 跟这个保健 有点像 你看啊 你们在这里工作 我去度假啦 因为我被身子夹薪啊 我放假啦 哈哈哈哈 有点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是走在你的道路上的 OK好 然后这个保健物呢 就是我个人会感觉哦 嗯 你会让自己就是 就是有点像是说 不在别屋选择啦 OK好 不在别屋选择 意思就是说 你不会让自己在这边 继续像以前一样 淋着大雨 然后像落汤机一样 然后很可怜 别屋选择了 因为呢 你注意看哦 这个保健五里面 其实是保健二的 OK 保健二加上这个保健六 其实相对的就是保健八 就是你不会再让自己受困在其中 这个是前臂六 意思就是说呢 你不会让自己在受困在其中的 因为呢 这个保健二丢在地板上 像这件事我不要选择 因为我已经清楚知道 我要把这个投入在那里 投入在这里 其他就不是我的选项啊 我有什么好选择 因为本来就不是我的选项 我选个屁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会很清楚知道 你自己的方向 OK好 好 所以呢 我们最后 还有一张牌 为什么奇怪还有一张去哪 在这里 OK好 不好意思 有些只是说截着截着 然后想到奇怪 怎么少一张牌 来 这未来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事件是这个 权杖二 然后呢 你的验证牌卡是这个恋人 OK好 这个呢 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看哦 这个呢 女生刚刚我有讲 你很优雅的坐在那边嘛 然后这个恋人呢 你注意看 他就是一个很光明的景象 就是你越是能够经历过这个东西 你会能够越爱上你自己啊 因为这个恋人牌卡里面 只有没有别人 只有你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跟你讲啊 你的这一份爱啊 会满到变成一个祠堂 就是这样的 你注意看哦 这不是祠堂而已哦 是你挑战超过这个关卡 变成池堂之后 之后就会变成一个湖畔了 它会越来越大的 所以你栽种下来这个苹果 意思就是说 我眼里只有这颗苹果 有点像说 我眼里 不是说我眼里只有我自己 又不是自恋狂 就是我眼里 觉得我自己 才是最珍贵的那个人 OK 还有一件事情呢 你在这边种了一个苹果树 OK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丰收跟甜蜜的这个感受 就有点像是我开场讯行讲到 我觉得在两三中 你会很清明 很快乐 很满足 很有这种童真 开心快乐的感觉 就是在这里 OK 然后呢 这边唯一最后一个 就是要提醒射手座的朋友们 这是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这个状况 OK 这边呢 是有一条小蛇 OK 这个小蛇呢 要特别注意金钱上面的花费 不要因为去度假 很开心 随便花个个500万 可能8万 10万 9万 就没了 当然你有钱 你可以尽量花 我没有意见 但我的意思是说呢 针对小之主可能就会出手和过错 然后回来就会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呢 这个是唯一最后 要给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的一些说明 那我们再来看 最后一张牌卡 刚刚那是最后的说明 这边呢 我们要抽最后一张牌卡 来看有没有什么额外的建议 好吧 OK 好 他们说就是这张 OK 不是 有一张卡在我的石子 不知道去哪 OK 好 等我一下 因为这一副牌卡呢 它比它不好洗 所以呢 他们叫我直接用翻牌子就可以了 OK 好 来吧 又是你 来 让我们瞧瞧啊 你看吧 这张 这是很难翻 来 这张牌卡叫做 相信你的直觉 这张牌卡是一个猫头鹰 然后它在飞翔 对对 OK 他们说呢 其实呢 你自己心里很清楚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张牌卡 他们希望我传递一个讯息 给这个射手座的朋友 就是 其实你知道 你终究会走到这个地方 只是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 你用了你自己的力量 跟你的智慧 去克服它 OK 就是克服中间的 从总的这些挑战 现在是属于你展翅高飞的时刻了 所以不要回头 也不要害怕 勇敢的向前闯 这张牌卡给我的一个感觉 就是像这样子 OK 甚至是呢 你看这个月亮 都在为你闪闪发光 这个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就算所有的地方都是黑暗 永远只有光明会走在前方 OK 这个呢 就是最后 我们要给射手座 这一次的 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冻 感觉很不错 正气凛蓝的感觉 好的 那我希望 这一次的这个双周 能够为双 不是 双死座 可以为射手座的朋友们 带来呢 一些振奋志气 然后让你能够维持 这样的能量场 持续走下去 好吗 也非常感谢搜索座 朋友们的收看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 以上就是今天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